音乐 拍摄感受挺新奇的 我觉得现在拍摄的杂志 跟我刚出道的时候 拍摄的杂志真的不太一样 刚出道的时候拍摄了杂志 就真的只是拍杂志 我觉得媒体的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 自己也在不断吸收的一个过程 就是拍杂志的话 我觉得我都可以去进行尝试 但生活中我觉得不会穿成 时尚吧 我觉得我离时尚还有一点距离 就还是送给大家我们剧里面那个台词吧 味道终局胭脂胜死 最期待的点 期待自己想开点吧 可能希望今年在拍完戏之后 能够自己更多的去参与一些创作吧 然后去写写剧本 组建一支团队 拍一些自己想拍的东西吧 目前这个阶段我还属于在探索 自己买了几十种香薰 就不同的味道都点一点 看看自己到底喜欢哪一种 现在可能还是试了这么多味道 还是更喜欢玫瑰一点 然后之前试过一个什么苹果味道 也还不错 就我会多试几种 然后等到我试出我自己最喜欢的 分享给大家的味道 然后我有时候会买一些 比如说 它有写的下雨天的味道 泥土的味道 我觉得这些还挺吸引人的 听 每天都听 就听 郭德安老师 于谦老师 然后德文社的相声 尤其是郭老师的相声 我会反复的听 就是同一个作品 我会听他不同场的表演 每一场 他表演的这个节奏 跟感觉都不太一样 包括 我比较热衷于听他 一段裙口八马褂 然后他跟不同人搭配 就是那种花写反应都是不一样 所以还挺有意思 酒量和饭量 那倾家荡产 我没记着自己像什么二次元的角色 一定比较喜欢一个国产的动漫 叫罗小黑战绩 我觉得自己挺像他那个师傅 猴子 没有 这是我小时候 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就有猴子 沸沸 星星 就都是这种柯类的 每个人领域 相关的视频特效 我不希望出关于我的视频特效 求求求咱家的朋友 美丽 点雅 单纯 单纯是因为前面他们会相信 空间的精神 对吗 我说 你看我像不像白静廷 现在就是好像 大家挺爱教我做事 就觉得挺不对劲的 这是白敬平的脸吧 这是藏头诗 白白爱口 白白爱口